我俩在一起三年了 近半年以来我的压力特别大 我对于他来说 就是招之急来挥之急去的 他和他家已经对我用习惯了 很多事情我也是卑鄙无奈 背景和家庭不是我能选择的 我已经尽力做了 我能做的了 我觉得他对我的爱 没有百分之百的投入 作为男朋友也可能只是民生上的 我根本没有逼他为我做什么 都是他自愿的 之前是他说要养我到老 我以为是承诺 原来只是随后说说而已 总是这样一味的付出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一味的付出我受够了 到底付出了一些什么呢 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鹏二十四岁来自甘肃 个体女嘉宾小婷二十三岁 同样来自甘肃 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有请 欢迎两位 小鹏是工作对吧 对 我自己是创业 怎么认识女朋友的呀 有一次那个朋友聚会中 因为两人也是老乡就认识了 谁先追的谁呢 也没有说谁追的谁吧 就自然而然的好了 好了几年了 在一起三年了 在一起三年了 这个一味付出指的是什么呀 我感觉吧就是 他就是感觉他们家人好像就是包括他他们家人用惯了我似的 对我用惯了你 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 我现在感觉就是我自己压力特别大 你说说吧 怎么样的压力啊 他那个弟弟吧 去年就是高二嘛 因为那个艺术生 把我艺术班 他家里也挺困难的 每个月就是开支也挺大的 然后就是每个月就是从我这拿钱 然后到最后呢就是他直接就是给我建立了一个银行账户 然后每个月就是定期往他弟弟那个里面打钱 等于你每个月除了给他钱要给他弟弟钱是吧 对对 一个月给弟弟留二钱啊 一千多块钱吧 每个月都打 对 你要求的 不是我要求 都是他他自己愿意这样的 因为那时候我大二的时候我家里头确实条件不好 然后家里边就是说弟弟好不容易就喜欢艺术这方面 然后我也支持一下就是生活费让我自己想想办法 那时候我就想就有他嘛 他就觉得我每天出去兼职 好累呀 冬天那么冷 夏天又那么热 他就心疼我嘛 他说要不就这部分钱我就帮你一下 也帮一下你弟弟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都是他自愿的 我没有逼我 他还有那个账户的事 是他一直给我 然后我给我弟弟 我觉得太麻烦了呀 我弄了一个银行卡 我说你直接给他不就行了吗 就省得麻烦 这不是高考了吗 但是他高考结束了嘛 因为他家里困难嘛 他弟弟就是上大学这期间的费用 他现在还是就是意思想跟我从我这儿拿 我没有想过要跟他拿 我说我高考结束之后 这大学的学费肯定得先背着呀 那我家里头肯定也不是说全部都能支付他 那我这个当姐姐的有这个责任去支付他一部分 没事可以国家那个贫困生贷款 到学校里去申请都没事不着急 学的什么专业呀 艺术嘞 我弟弟吗 画画的 那也是一高挑肺的专业 对 这是一件事啊 还有别的吗 他就是平时吧也特别真心 我什么事就是得宠着他 得惯着他 他要是不开心了那就不行 那年就是过年回家了 本来过年那段时间就是我那个 这边也是淡季 我这边手头就是也周转不开 我爸妈都没舍得说让我带他们出去旅游 他就张怒着 就是他们家七大姑八大姨 满满一车人就是带他们出去旅游 多少人啊 七八个人吧 去哪儿旅游啊 桂林那边 你知道吗 去之后就是我说晚上住宿吧 自个儿家人嘛 我当时手退确实不方便 我说咱们住宿 晚上住一百多块钱的 也可以住对吧 他非得就去还要定个新级一点的那种酒店 这是干嘛呢 姑娘 我之前跟他商量好了 我说今天过年可不可以带我爸妈 出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去出去转一转 爸妈不就俩人吗 对啊 就爸妈呀 然后那时候过年嘛 家里边也有亲戚 然后就正好一块都过去了 过去之后我就想我爸妈浓从人 一辈子根本没有想过什么福 我说就让我爸妈稍微住个好一点地方 吃个好一点的饭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想的 真没想到这样想的 所以你心里现在是委屈的是吗 对 我挺委屈的呀 那那个费用是他只结了你爸妈的 还是所有亲戚的费用他都结了 因为我那些亲戚都知道 我男朋友挺有能力的 然后都是让他结的 哎呀 这姑娘呀 关键是我本来就是那段时间也紧张 咱们就是冲面子啊不管怎么样 咱们起码就是考虑一下当时的状况嘛 你同意只带他父母去是吧 对对对 没想到过七大姑八大爷都来了吗 我不是说就是花花钱 就是你起码你得为我考虑 对咱们就是现在经济状况考虑一下呀 男生的考虑点是 你看你不疼我 我可以这么做 咱们量力而行 是吧 女生的考虑是我爸妈都没出来 好不容易出来了 我们能不能享受更好一些 是这意思吧 是 好 还有别的吗 让你受不了 还有就是吧 我前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 偷有一点闲钱 然后我说想着把这个区域 往那扩充一下 然后我正好这事我就跟他说了 说了之后呢 他就说是吧 那我家那个老家那个房子 正好也需要就是修一修了 要不咱们把这笔钱拿出来修一房子吧 咱们暂时先不扩充了 我说你家那房子就是也暂时 用不着修吧 也先将就着 就是咱们等咱们以后扩充吧 区域扩充一下 多赚点钱 在这边买一套房子 把他接过的住不一样吗 然后他就不行 非得在这一直跟我闹 可是主持人 你听一下 我就是在河北买房 真的 你现在有这个能力吗 落脚的地方真的都没有 我家里边房子真的 有时候你们可能想象不到 就是农村那种房子 像下雨的时候我真的会漏雨 我觉得我爸妈就跟我商量一下 那我现在我还没毕业 那我想帮一帮我能怎么 我就是跟你商量 我没逼你啊 我说你可以自己选择呀 那你是让我自己选择吗 整天给我拉拢个脸 对吧 那我心里有事 那我能开心地笑起来吗 没事 不着急啊 我问一下姑娘 是修了房子还是扩充了买卖 修了房子 修房子了 对 但这中间还发生了一道小插曲 我爸妈妈那段时间 正好过来看我 千里迢迢的嘛 老人都过来了 就是咱们一起出去吃吃饭 然后逛逛什么的 他就一直在那儿的 说风凉话啊 说你儿子多有本事啊 他就是现在在这块 连个地板砖都没有呢 以后赚钱了 带你们就是搬过 买一套房子在你们这儿住 最后就搞得 大家都挺尴尬的 我爸妈就是以为我们俩在吵架 就是当时有闹挺尴尬的 你做什么买卖 饮料一个批发 就是一个经销商 那也就是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点 对不对 也不是那么大富大贵是吧 他能帮到你吗 这姑娘 基本上是没有 他跟我瞎捣过乱 找乱什么意思 我那是瞎捣乱吗 我那不是也是为了你着想吗 咋的呀 就是我那段时间 就是刚好跟一个那边老板 也挺开朗的 就是挺大方的 一个大公司嘛 人家过去谈好 本来说是要我们这边货呢 我跟人家 因为第一次合作 我把价格报得稍微低了一点 我说你闲着也是闲着 就是整天 因为他就是在大学 我说你以后 毕竟咱俩以后要结婚 你帮着我点 他那很详细的这个过程 我都告诉他了 让他自己就是跟着学一学 等于你跟我谈了一笔买卖 谈完了 你跟他做了交接 就是这个事已经敲定了 敲定了 然后我挺高兴的 我说可以小赚一笔 那我回家因为 那是我是觉得你多赚两毛 多赚两毛也是赚 赚一毛也是赚 那你为什么不多赚点呀 然后呢 过几天嘛 那个公司给我打电话说 小伙子你这人不地道 那么做生意就是讲 就诚信你这给我 你们那边人说 你们现在进货 厂家价格变了 需要就是把这个价格 往高调一调 然后这事就黄了 我没想到帮盗忙 我只是想让他多赚点钱 这不是帮盗忙 等于他跟你说了是吧 说他跟我要做一笔买卖 我买他一瓶水是一块钱 你觉得他卖低了 你倒回 他把这个生意委托给 你倒回头来跟我说 你要卖一块二 是这意思吗 对 我的天哪 你这孩子真是 等于咱们做生意讲究 就是诚信了 你不懂 我也想帮忙了 你不懂 你起码你做什么事情之前 你能不能就是说 你跟我商量一下 小伙子我听了啊 就是听下来就是 你委屈满满对吧 但是我相信爱情当中 一定是互动的 对不对 女生也应该为你付出过很多 是吗 我就是为了让他不这么辛苦 我真的还是依然坚持坚持 我的饭钱 都是我自己在努力的 我一个大学生 我还没毕业 我哪有那么多钱 我说家里又不给 我每天早上醒来 第一階车我就说 人家都开开心心 打满票然后去上课 我呢 我是想的 我这周的饭钱 我从哪来 然后冬天真的特别冷 发达的时候真的冷一天 冷一天 我这周后腿都没有直觉了 回来吧 回来吧 听 听 听 就女生也是那种 挺自强的是吧 对啊 我也 我实在是没忙 我家里边就这样 条件也这样 家里几个孩子啊 两个呀 我不可能说扔开家里 也不可能不对弟弟负责任啊 明白 明白 等于女生 跟男生开口的时候 就是因为家里的事给你开口 她自己的事就自己勤工俭缺 是这意思吗 是这样吗 对 基本上都是 完了就是有时候吧 我就感觉我这几年 仔细回头想一想 真的我不知道这三年的感情 难道现在就是到 给坚持还是 你什么时候毕业啊 我今年毕业 那不就好了吗 也毕业了吗 这不可以工作了吗 但是有的时候 她想法和我的想法 也确实不是 什么想法 不在一条线 比如 就比如说 就她觉得我待在家里 也特别喜欢 她就说 那你 她就给我找了一个 服务员的工作 那我就特别不能理解 我就说我上去 我就是不想去当服务员 收入员那些 我就想找一个自己 特别满意的工作 你又让我去当服务员 可是你专科 她觉得只要能赚钱就可以 但是我不是这样想的呀 你专科 你应该再深造一下就好 对 我特别想去专生本 就说专生本这个事 也是因为她 我就没有去成 我现在心里也特别遗憾 因为大二的时候 人家都在准备这个事 然后报名啊 什么学费啊什么的 我那时候也特别想 我就跟她商量 我说要不要我也去 然后她当时跟我说 我做生意 我特别能赚钱 你那一张学历 不就一张纸吗 有什么用啊 我只要能赚钱 你也能赚钱呀 她一直就是用这种思想 然后就影响我 到最后我也放弃了 我说花那钱干啥 我也能给家里省省负担 然后现在我找工作 我不是很胜利 没有一份自己满意的 专生本这个事 咱们能不能先过去 每次吵架 每次就是咱们俩 不管遇到什么事 她都拿这个 那我肯定心里 挺怨恨你的呀 那我要是自己努力 自己没考上 我一点都不愿意 但是我现在没这个机会了 是不是就因为 人家都拿着小笔箱去 又去别的学校上学了 我还是想去学校上学 不 你要想去学校上学 姑娘你可以工作的 再考研都没问题 这没什么 你们今天来要干嘛 近三年就是我 这半年我仔细回想一下 我们真的感觉 我过得特别累 我是个男人 我也需要一些关怀 过年去我们家 亲戚都来了 让他帮忙做做菜 什么都不管 我自己一个人 烦的时候他也不管 我每天就是出去 忙完之后 我回家还是哄着他 什么事就是 我感觉都要 有着他的信心来赚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付出了这么多 你能够帮扶我 对 我没有话 但是我付出了这么多 你又帮扶不到我 我觉得这应该怎么办 是这意思吗 累的 对 我就是感觉累 你心里还是爱她的 对吗 对 那你能告诉我们 你爱这个女人什么吗 也不是说我看重什么 就哪怕我 哪怕我向你走进一步 你别倒退一点 你在园里等着我也行 在我需要关怀的时候 你指的她不关怀 你是指什么 对 你什么时候需要她 什么事就是家里 从来就是很自私 从来就是考虑她们家人 从来没有为我 着想过一点 明白了 好了 大体情况我们也听到了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 这些年轻人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奔卷 我看那个《欢乐颂》里边 樊胜美特别生气 我觉得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这样的女人吧 但今天我发现 你就是现实版的樊胜美 别不高兴啊 甚至你比她还要 就怎么讲 我来说 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 我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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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老师说的很多内容 女孩子的可能不太尽如人意的地方 但是在这场感情当中 你一定也做错了不少 其实爱情不需要面子 你也一直在提嘛 为了所谓的面子怎样 爱情不需要面子 爱情是两个人彼此欣赏 你欣赏他们 你要考虑这个问题 姑娘我替你说两句啊 我知道你很要强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学习的努力 工作的努力 恋爱的努力 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拯救整个家族 你可以自强 可以让家人过上更富裕的生活 但请你不要背负沉重的十字架 这种背负会让你痛苦 你看你一上来就在哭很委屈 说哎呀别人都在怎么样 我还要去赚钱 难道不应该吗 勤工俭学是一种美德 即便家境富裕的孩子 如果有条件的话 我也建议大学生 去自己赚钱啊 你如果是正能量的 心里是有阳光的 我们可以把这一步一步的进步 当成是人生非常丰富的体验 为什么要背负那样的委屈和痛苦呢 其实你已经很好了 你走出了农村 你接受了高等教育 你已经是父母的骄傲了 可是你现在的背负 我觉得你的父母会心里难受 你也难受 你的男朋友也难受 何必 我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 可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个命运是在自己手里的 快乐与否不是拿钱来衡量 是你在人生的道路上 真正是否感受到了幸福 你不幸福啊今天 即便他帮你们家修了房子 七姑子八大一都去旅游了 你幸福吗 所以这条路行不通 对不对 当然我认可你的努力 认可你的勤勉 但请不要背负那样的沉重 否则只能蓄得其反 好 谢谢 来 图老师 反对严老师所说的 男生是好面子 男生是靠自己的努力 没有靠家庭 如果说用自己努力 辛苦挣来的钱 能够为自己的女朋友 和他的家庭分担一些 如果这是好面子 很多男人 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心意 很多男人做不到 别说吝啬了 即便是给女朋友 都花点钱 他也舍不得 更何况帮他的家庭 去分担 这一点我认为 这男生做得很不错 但是你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明明遇到了无端的索取 和无止境的索取 你依然去满足 直到最后 自己满足不了为止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扛不了的就不要去扛 明白吗 姑娘 你的弟弟读书 跟他有半毛钱关系吗 他愿意帮 是他的起空分 但并不是他的本分 你们家修房子 跟他有关系吗 你父母 没有出去旅国游 应该是你做的事情 而不是他承担的责任 去就去吧 你还要住新级酒店 住一百多块钱的炉家 不可以吗 你不知道心疼这个男生 他不是大风刮来的钱 你住的好意思吗 你稍微懂点事的说 咱们几个人挤一间房间 为小伙子省一点 这是让我最气愤的一点 还有你说你自己在外面 你自己勤工俭学 满足自己的学费 这很不错 这是你本来就应该做 你生在那样的家庭 你就应该接受这样的命运 你不能说命运不公平 很多人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你不这样做 难道你怎么办呢 人家还没有给你结婚 你就可以整天要求这个 要求那个 人家只要不愿意 给你们家修房子 你就整天搭了这个脸 怎么这么没有骨气呢 当你伸手已经要惯了的时候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这男的心里没说 但是他内心是看不起你们的 看不起你和你的那个家庭 他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这一点也是他的善良 你换别的男生试一试 你凭什么 当你说那句话的时候 你说我一个人在外面兼职 冬天冷得我下肢都麻木 没有感觉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女生 你固然也有你的悲剧和不得已 我相信你们家也应该是重男轻女吧 对吧 我相信你们家也对你给予了厚望吧 但是没有办法 你既然生在了这样的一个家庭 你就得去面对 但面对的方式 不是一昧地抓住另外一个人来索取 那样的话 让人轻看 我觉得你也应该力所能及地帮家庭 能帮就帮 不能帮也帮不了 你还有个弟弟 应该让他自己来承担家庭的责任 在自己没有能力去承担之前 自己先独立起来 你得学会心疼你身边的男人 你凭心而论 在现在的这样的一群人中间 他算不算是朴实的 算不算是上镜的 算不算对你们家不错的 你换个男生你试一试 不要得寸进尺 好不好 这一切也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做的 因为怪不着谁 但记住要力所能及 能做的就做 不能做的就趁早拉倒 如果一个女人不懂得心疼你 你即便是付出再多的心血 我觉得对方也不会感恩于你 自己掂量着办法就对 我特别希望你们今天 能够冷静地听进几位老师的话 从不同的角度 如果贪婪我们借去贪婪 好不好 如果懦弱我们借去懦弱 好不好 人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 摔着胶站起来 摔着胶站起来 一点一点长大的 慢慢来好不好 弟弟能考上吗 能考上 对 我相信他 大概能考一个什么 我觉得本科一本没问题 一本没问题 那就是中央美院 理工大学这一类的 他的问题想是中央美院 是中央美院吧 专业课都过了 过了 平常成绩好不好 平常成绩也好 所以我才想支持他 好 所以问题就出现了 你们有这么一个弟弟 压力大哦 要不要帮 这个就不用现在回答 回去想 今年了也许咱们俩之间就是 很少缺乏交流吧 也许我给你爱的方式 只能是用这种 以敬虔的方式作为弥补 我确实平时也忙 需要有时间陪你 我希望你以后能 多理解我一点 不要总是那么自私 我也是一个男人 我也需要一个肩膀 有时候需要休息一下 我以后多理解你 可能我做错了很多 我现在才意识到 真的 以后 我经历 我能 对你做到哪种程度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啊 请回 来 请关门 这对他们自己来说 女生似乎完成了一段救赎 男生似乎得到了解脱 但是如果他们真的有爱的话 其实爱的本质 已经被生活的种种的东西 给打掉了 离开 可能是他们自己 一生的一个遗憾 也可能对他们来说 是一生幸福的新起点 来 我们